大家好,我是小安 今天和味精是我们在做饭的时候一常会用到的调味 在这儿有很多朋友都搞不清楚 鸡精和味精的区别和作用 今天就给大家详细来说一下 首先来说一说味精 味精大部分的含量就是五氨酸钠 它的含量高达99% 但是也有一些谣传说 味精吃了不致癌 味精的主要原料就是响量 所以味精本身是不致癌的 只是五氨酸钠在高温120摄氏度以上 就会变成焦五氨酸钠 在炒菜的过程中发生了化学反应 但是焦五氨酸钠经过研究发现 它并不致癌 只是失去了一点鲜味 所以说吃味精致癌 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接下来说一说鸡精 鸡精是一种复合型调味料 因为鸡精里面那含量比较高 所以鸡精吃多了 会出现口干舌道的情况 所以让它感觉吃鸡精对身体有害 但是少放一点 尽量可以增加食品的新味 从而可以增加家人的食欲 少放一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所以说鸡精和味精除了作用不同以外 成分也是不同的 接下来再给大家说一说 哪些菜不适合添加味精 味精不适合放在过酸或者过茧的菜汤中 味精在紧性汤液中会发生化学反应 会产生一种不良气味 而且在过酸的汤中有解度比较小 味精就会失效 不管是鸡精还是味精都不能过量食用 每天最多使用不能超过5克以上 如果食用过多的话 会出现背部以及上肢麻木 周身当然等不良的反应 还有就是我们在放味精和鸡精的时候 一定要在出锅的时候放哦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 关注我 每天观看更多美食教程 我们明天再见 大家好 我是小安 今天用鸡蛋给大家分享一个好吃又下蛋的做法 我们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吧 首先把鸡蛋清洗干净之后 直接放入冷水的锅中 我们可以根据家里的人数准备适量的鸡蛋 盖上盖子 开大火 把鸡蛋煮8分钟左右 时间到了 我们的鸡蛋煮好了 给它控水捞出来 放入凉水中过凉 过凉后的鸡蛋会更容易剥壳 把鸡蛋先放在一旁备用 准备一块生姜 去皮之后切成小片 再准备一段大桶 给它切成段 切好之后装入盘收备用 再准备一块桂皮 八角 姜叶 再来一个桃果 适量的干辣椒 现在鸡蛋已经泡好了 我们给它剥去外壳 全部剥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 起锅烧油 锅中多倒一些油 等油温烧至七成热的时候 把鸡蛋下入锅中炸一下 炸之前要把鸡蛋的表面水分擦干 这样以防炸的过程中油溅出来 开小火慢慢炸 炸的时候勤翻动一下 让鸡蛋受热均匀 把鸡蛋夹至微微金黄 像这样就可以了 把它控油先捞出来 然后等油温再次升高 把鸡蛋下入锅中复炸一下 最后炸至表面金黄 成虎皮状就可捞出来 像这样就差不多了 把炸好的鸡蛋控油捞出来 装入盘中备用 锅中留底油 下入葱姜和香料爆香 爆香之后把炸好的鸡蛋下入锅中 然后加入一瓶啤酒 加入适量的冰糖 一勺生抽酱油 一小勺盐 再来一点蚝油 充分地搅拌均匀 让调料化开 然后盖上锅盖 大火煮开以后 转小火煮15分钟 时间到了 我们打开锅盖 哇 好香啊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像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我们先把鸡蛋捞出来装入盘中 我们先把鸡蛋捞出来 加入一瓶 锅盖 锅盖 它是什么 酱油 中饭 放入盆 盐 入盆 入盆 盆 入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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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把汤汁中的香料给它过滤出来不要 然后锅中加一小勺水淀粉 把汤汁勾芡芡 收至浓稠 最后像这样就可以了 把熬好的汤汁浇在鸡蛋上面 最后撒一点葱花点缀一下 一道好吃的虎皮鸡蛋就做好了 这样做的鸡蛋鲜嫩又多汁 吃起来特别的香 好吃又下饭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做法 那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 关注我 每天观看更多美食教程 我们明天再见